结果报案火速赶底现场 发现有人倒在岸边 这名男子已经没了呼吸心跳 情况相当危急 要赶快送医急救 不过他旁边放着这些鱼具 依次是裁捕鱼货时发生意外 27号晚上8点多 澎湖马公有民众报案 在伍德里威林公后面的海域 发现有一名男子倒在岸边 经销派出三车五人前往救援 确认这名69岁的王姓男子 没有生命迹象 赶快给予CPR和心肺复苏等紧急处置 只是送医抢救后仍然宣告不治 根据当地人的说明表示 当时正值退潮时段 有许多来潮间带捕捞鱼虾被类的民众 不过开始涨潮后准备回去 结果就在庙的西方距离岸边 大约300公尺远的地方发现他 当时在他的身边 还可以看到鱼篓 钩子 面镜等鱼具 不过里面却没有什么鱼货 应该是刚到不久就发生危险 其实当下还有其他渔民在场 不过因为夜色昏暗 区域不同 等到涨潮时才发现男子 后续警方也还需要理清 到底为何会突然发生意外 夜里到潮间带捕鱼 在当地俗称赵海市 许多人的日常活动 都是捕捞一些鱼虾被类 接下来则要迎来海胆的季节 从7月1号开始到8月31号 两个月的时间 渔民可以捕捞 可近8公分以上的海胆 但在作业时一样也要 多加注意海况 TVBS新闻城镇蓝庭 澎湖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